南无阿弥陀佛 好,请合掌 南无阿弥陀佛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好,请放上 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体 五重弦翼的体 那么我们看66月这里说 书刺变体者,体是主职 世论云,除诸法十相,余间摩世 大圣经以十相为应,为经正体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圣经典 它的体都是叫做十相 那么上次讲到这里 那么下面说 无量功德共庄言之 种种重行而归去之 言说问答而全辨之 这是讲他这个法 再来 再来呢 辟众星之环北辰,如万流之中东海 这是辟谕 故以十相为经体也 那么上次就是说正式组织 那么上次就是说正式组织 分四段 那么第一段 这个是 据二文定题 现在讲第二段 说 无量功德共专言之 是其他四章 他所归去的地方 其他就是说明、中、用、教相 其他 五重玄义有五个嘛 除了体之外呢 变体之外呢 其他有市民啊 那么明中啊 然后用啊 教相啊 明、中、用、教相 这四种所归去 不管是明字 或者是中、用、教相 都归于这个十相的体 所以说 为四章所归 这是第二段 无量功德等者呢 前面说 无量功德共专言之 那么 现在解释这一句 说 无量功德等者呢 经用归言 就是这部经的功用 那么它的功用所归向 说 经之利用一名功德 利有灭恶之功 用有生善之德 灭一切恶 生一切善 事故功德受无量名 就是说 无量功德呢 共专言之 就是无量的功德 就是专言这个 这个十相的体 那么它说 经典的利用 又叫做功德 就是我们说 体中用这个用 用就是利用 利有灭恶之功 用有生善之德 利跟用如果分开来说 利就是灭恶的这种功能 那么用有生善之德 那么用就是它能够产生 种种的善法 那么能够得到种种的善法 这个德呢 就是我们得到那个德的意思 所以以前说 德者得也 得到种种的善法 功德 灭一切恶 生一切善 事故功德受无量名 如此功德共专实体 那么如此无量无边的功德呢 共同来庄严实体 就是实相之体 所以说无量功德共专严实 其由帝王自乱玉民 以此功德庄严胜公 那么就如同这个帝王呢 他自乱 治理这个战乱 或者是混乱呢 然后玉民呢 就是养育人民 如果帝王能够治理这个 平治这个所有的战乱 然后养育人民的话 那么以此功德庄严胜公 那么用这个能够治理战乱 养育人民呢 这些功德来庄严这个圣公 公就是身体啦 那么以前呢 讲圣公就是讲这个帝王 就是说帝王他一定要有 平治战乱 养育人民呢 这种功德来庄严 那么这是辟育啦 那么种种重行呢 无量功德共专严之也是一样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来庄严 这个实相的体 那么这个叫做无量功德共专严之 那么下面一段说 种种重行及经中也 前面说 种种重行而归去之 那么这个是讲经典的中 前面讲无量功德是讲经典的用 他能够灭二生善 现在呢 讲他的中 种种重行而归去之 其经中也 那么中就是中去啦 下面说 从礼起行全礼成修 如水为坡 坡环归水 中必会体 故云归去 那么 依于礼体呢 来起修行 叫做从礼起行 然后全礼成修 那么 依于全部的礼体呢 来去起修 那么这个都叫做依礼 起修 起行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呢 要依真理 顺合于真理 来去修 如水为坡 坡环归水 就好像水呢 那么 坡洞变成坡 那么坡呢 其实还是归于水 那么中必会体 故云归去 中就是我们修行 行叫做中 所有的修行呢 必定要契会于这个体 契会于这个实相体 故云归去 所以所有的修行 都要契合实相 我们说实相是无相 实相是不生不灭 所以我们的修行呢 也是要无相 也是要无所住 所有的修行呢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 禅定波热呢 六度万恨 都要契合于这个无相 所以中必会体 故云归去 那么 种种重行呢 下面说通则万行 别观十六 故名重行 通就是说广泛来说 有六度万行 无量无边呢 都叫做修行 法门无量嘛 那么别观十六 别观十六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部经呢 叫观修观修十六观 那么这个是个别 五边来说其他的法门都是可以修 有六度万行 如果我们依这部经来说 个别来说 它就是修十六种观 所以叫别观十六 故名重行 也就是说种种重行而归去之 所有的修行呢 最后都归于十相 所有的修行呢 必须要符合于十相 十相是无相呢 所以布施也无相 实戒也无相 忍辱也无相 那么精进禅定呢 都是一样 没有我相人相 没有法相 所以要契合于这个十相 所以种种重行而归去之 所以有一切的修行 最后就是要归于十相 就是无相 下面说言说问答 其经明也 前面说言说问答而全变之 就是言说问答就是为了要全世 来辨明这个十相之体 也就是说佛说的种种的经教 然后言说问答呢 全部呢就是要显这个诸法的十相 也就是众生的心体 如果以法华经说 开示悟入呢 这个佛的知见 所有的言说呢 就是要让众生契入 这个佛的心体 也就是我们众生的心体 所以言说问答而全变之 就是要全变这个十相 即经明也 那么言说问答的这个方式呢 也就是五重玄义里面的所谓的精明 世明 所以 刚才说四章所归 唯四章所归也就是说 种种的功德利用 也是要庄严这个十相 那么所有种种的修行也是会归十相 然后种种的言说全变呢 也就是要说明这个十相 所以就是四章所归 所以说言说问答而全变之 即经明也 经典的名字 就是要来显示 这一个十相的体 能全之名在于言说 言意忧傲复虚问答 种种全变以利精明而张实体 能全之名在于言说 能够全显的呢 这个名相呢 就是在于这个言说 那么 言意忧傲复虚问答 那么 语言的这个意理呢 佛说的经典呢 经文语言呢 又非常的忧傲 忧就是呢 幽为 那么唯系难见 叫做幽 傲呢 就是深奥 就佛说的语言呢 是很简略也很深奥 唯系难见 傅虚问答 所以呢 还要再经过问答 秦 character 全系等等 不吉他 他感觉的分辨 语言员 佛第五位 言说问答就是要全显这个史相 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归于史相 那么都是属于我们这一张所谓的遍体 下面说问题目为名何尝问答等约 问的人说经的经体 比如说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或者其他的经名 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何尝问答等约 在这个经名里面没有所谓的问答 也没有所谓的诠释辩明 那么怎么会有这些问答呢 言说之后还有所谓的问答 答呢 那个回答 世民大师说 名能全体一步延续皆能全民 那么这个名字呢 名相呢 语言呢 它能够诠释实相的体 所以一步延续皆能全民 所以一步整部的经典呢 比如说观无量寿佛经 不是只有经体呢 它是整部的经典呢 文具呢 皆能全民 那么它都是属于能够诠释这个实相的这个名字 也就是说呢 不是只有经体在诠释实相 所有的经文名具呢 全部都是要诠释实相 如法华经呢 本基十庙以为其名 那么譬如说法华经 法华经就是庙法联华经 那么庙法联华经里面呢 本基十庙以为其名 那么本门跟基门都有十庙 智者大师在解释 庙法联华经这个庙字的时候呢 他说这个庙呢 有十种庙 本门有十种庙 基门也有十种庙 所以叫做本基十庙 本门的十庙就是 本音庙 先讲基门的十庙 基门十庙呢 就是说 静庙 智庙 行庙 卫庙 三法庙 感应庙 神通庙 说法庙 卷属庙 立义庙 那么意思就是说 智者大师在解释 这个庙法联华经 这个庙字呢 说基门的时候 基门就是 释迦牟尼佛四县 释迦牟尼佛四县呢 有十种庙 就是静庙 就是佛说的法 智界庙 智庙 行庙 卫庙 三法庙 还有感应庙 神通庙 说法庙 卷属庙 还有立义庙 那么 所以基门就有十庙 那么本门也有十庙 说本音庙 本果庙 本国土庙 本感应庙 本神通庙 本说法庙 本眷属庙 本涅槃庙 本寿命庙 本立义庙 那么这个我们没办法解释 这是法华经 讲法华经才有办法去详细的说明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庙字 在庙法莲华经经体上面一个庙字 实际上就是在经文里面 七卷的这个庙法莲华经 他就是在讲这个庙字 所以所有的经文就是在讲这个庙字 那么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除了研具文字上面来说 其实在法华经里面就有很多的问答 那么这些问答呢 都是为了显示这个庙 所以说 他这个问题呢 他说 我们看第五行 他这个问 问说题目为名何尝问答等 他的问法就是说 比如说佛说观无量受佛经 这部经的题目而已 只是只有言说而已啊 哪有问答呢 只是指出了佛说观无量受佛经 何尝问答等耶 哪有问答辨别呢 那么世民大师他是回答 说明能全体 这个明字他能够诠释始相之体 一部研具皆能全民 整一部的经典呢 都是诠释诸法始相的这个明字 譬如庙法连华经里面呢 他用本基十庙 本门十庙 基门十庙 来解释这一个庙这个名字 所以也就是说光一个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答 辨别 全辨 所以不能说这个经体里面没有言说问答 下面说 但题是种 故旧题是名 余知事意皆骗始终 故一经之名问答全辨等 从后向前 是能归法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经体里面不但只有文字还有问答 但是呢 题是种 经体是一个种说 所以就题是名 所以就这个经体来是名 余知事意皆骗始终 余知事意就其他的 事名之外 体中用教 全部接遍始终 始终就是经文的从头到尾 比如说妙法莲华经 从如是我闻 或者是我们观五亮寿佛经 从如是我闻开始一直到经文的最后 那么呢 都有体中用教 所以余知事意皆骗始终 就是说其他的体中用教的四种道理 都是周遍于这部经典 从头到尾 故一经之名问答全辨等 所以一部经的经名 就有他的问答全辨 所以说这个经名就有问答 下面说 故一经之名问答全辨等 从后向前是能归法 那么所以一经的经名 比如说我们观五亮寿佛经 然后他的问答全辨等等 然后他的经文 从头到尾 然后包括里面有明中用教 从后向前是能归法 从后向前就是从这个明中用教 这个呢往前推呢 来显示这个能归法 能归就是教 所归就是体 所归就是体嘛 所归是什么呢 就是实相嘛 那么能归的是什么呢 就是明中用教 就是能归 所以一部经呢 里面都有明中用教在这里面 那么他所要归向的就是实相之体 所以从后向前是能归法 就是能够显示能归的这些文字 那么所归就是体 下面说不别云教 那么不个别再说教 兼在明中 为什么不讲教呢 这句话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讲到这个教 因为教就是兼寒在这个明当中了 自禀约明化他为教 自他虽义据事能全 故知四章同归一体 那么这一说为什么不别云教呢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我们再翻到66月这里 这个变体这个黑字第二行 说无量功德共庄言之 无量功德共庄言之 就讲他的功德利用 就讲这个经的利 就是五重旋律的这个利用 也就是功德 种种重型而归去之 这个重型就是中 言说问答而全辨之 这个言说问答就是明 就是明 刚才解释说 无量功德共庄言之 那么无量功德就是利用 利 种种重型就是中 言说问答就是明 那么这样呢 就少一个教 对不对 我们说有四章 我们说有四章 中 用 教 就少一个教 因此后面就有一个问答 我们看69月 倒数第七行 说不别云教 为什么不另外再说一个教呢 为什么没有讲到教呢 因为无量功德是讲用 那么种种重型是讲中 言说问答是讲明 那么也就是没说到教了 那么为什么不别云教呢 兼在明中 因为他兼在这个世明当中 这个明 明就是世明 解释经明这个明当中 所以不用再说教 为什么呢 自禀约明 化他为教 自禀就是自己禀受 比如说我受持 佛说 观无量受佛经 我自己受持的时候叫做明 然后呢 教化他人的时候称为教 那么所以明跟教都是同一个 一个是站在自己受持 自己禀受叫做明 那么教化众生叫做教 自他虽亦俱事能全 自己受持叫做明 那么教化他人叫做教 自他虽然有差别 但是都是能权 都是能够诠释诸法实相的 这个能权 故知四章同归一体 所以我们知道说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明中用教 都是归于一个实相体 那么这是第二段 那我们再翻回来 这个六十六页 所以这个变体呢 它主要就是说 四认语呢 除诸法实相 余皆摩世 大圣经以实相为应 为经正体 那么这个就是指出呢 经体呢 都是实相 再来说 无量功德 共装言之 种种重型而归去之 言说问答而全辨之 就是说 所有的其他的四章呢 明 世明 或者是论用 明教相 或者是明宗 那么这全部呢 明宗用教 全部都是为了要全显实相 再来说 辟于众星之环北辰 这是辟域 譬如种种的星辰 所有的星星 环绕这个北辰 北辰就是北极星 古人认为 这个所有的星星 都是围绕的北极星 以北极星为主 如万流之中东海 那么在以前的 这个中国大陆呢 所有的流都是向东流 所有的水 西河呢 全部都是向东流 大部分都是这样 所以向万流之中东海 故于时向维京体验 我们看69页 倒数第六行 三 辟重 辟重 辟重就是辟重星 之环北辰以下 约二欲显尊 约两种必欲显示 这个十项 心体的尊贵 显示十项心体的尊贵 说体于四章 犹如北辰 众星环绕 这个十项体呢 相对于明 中 用教 这四章 这四章来说 就如同北极心呢 被其他的星星所围绕 北极心我们 在星象上面说 北斗七星嘛 其中一个是北极心 其他的就是环绕 环绕着他 那么犹如北极心 被其他的星环绕 也就是说 十项的体呢 被明中用教 来显示 这个十项体 又是东海 万水朝中 那么又像东海 所有的水 通通流到东海 以其四章 不占离体 一切诸法 无理不成 晶体既然 安得不便 因为其他的明中用教 不能够暂时离开 这个十项体 也就是说 前面说过了 所有的明智呢 全部都是要全显十项 所有的这个功德呢 就是呢 十项的作用 利用 那么所有的修行呢 就是为了契合于十项 所有的宗 就是为了要契合十项 所以以其四章 不占离体 一切诸法 无理不成 一切诸法 如果离开十项 那么就没办法成就 晶体既然 安得不便 那么这个经的体呢 我们这部经的体 叫做十项 十项既然这么重要 怎么可以不辨别 什么叫做十项呢 所以说安得不便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明了 看一下这一部经 它的十项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 所有的言说 就是要全显 这个诸法的十项 所有的修行 就是要契合十项 所有的功德呢 必须要从十项 去显露 那么怎么可以不了解 什么叫做十项呢 第四呢 试顾以下 以印结识 这个第四呢 前面说 顾以十项 为晶体 这个是总结 以印结识 就是一时相印 用以印就是一时相印 来总结显示 我们这个经的晶体 那么这个是 前面说 正式组织 正式组织 前面说 什么叫做体 体就是组织 那么什么就是组织呢 也就是实相的意思 再来呢 这个是属于第三段 我们看七十页 七十页第三行说 超三书家下 具名体德 那么前面呢 正式显示 这个组织呢 就是实相的体 现在具名体德 就是完整说明 实相体 它的这个功德是什么 实相体 它的德相 相貌是什么 叫做具名体德 这是第三段 第三段 我们看这个六十七页呢 它有分三段 就是六十七月 第六行这边 此字分三 就是解释这个体分三段 六十七月第六行中间说 此字分三 解释实相体呢 分三段 初叠取略适 第一段 叠取略适 就是先简单说 什么叫做实相 什么叫体呢 体就是组织 叫做叠取略适 就是体是组织 然后隔壁一行 二四论下正式组织 那什么叫做组织呢 分四段 就是说 前面说 这个组织就是 主法的实相 分四段 再来呢 第三段 就是我们现在 七十月这里 第三行说 具名体德 这是属于第三 完整说明这个实相的体 好 那我们看六十九页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大圣经典的体叫做实相 体就是组织 那么什么叫实相呢 所以这里就要解释 叫做具名体德 就是完整的说明 这个实相体是什么 他说 书 六十九月到处第三 他说 书 书家决理者训体也 体有尊卑长幼 君父之体尊 臣子之体见 当之体理之士 士贵己之法 这是第一段 然后复制体是敌也 这是另外 有三种解释 第一个呢 书家决理训体也 书家就是说 我们这个古代 春秋战国时代 有朱子百家 那么朱子百家有什么 法家 礼家 或者是春秋家 那么等等呢 其中有一个叫做 书家 那么就是研究这个 语言文字的啦 可能百家的一个 那么 诗书 御礼 月 春秋呢 我们说五经或六经呢 那么都有专门研究的人 研究春秋叫春秋家 研究礼的叫礼家 研究这个书的人 叫做书家 那么这个书家 就是专门在迅谷 这个文字的 所以这个书家 他们在解释这个礼字呢 就是说解释这个礼的时候呢 他们解释叫做什么呢 训就是解释了 礼呢 解释为这个体 体 那么体就是事物的本体 叫做体 那么礼为什么叫做体呢 下面就是解释呢 下面就是解释啊 我们说 富而好礼这个礼 以前人说 众这个礼 那么礼是什么意思呢 礼就是体 说 那什么叫做体呢 体有尊卑长幼 那么体就是事物的本体 它这个本体 它就有尊卑长幼 那么什么叫尊卑长幼呢 下面说 君父之体尊 什么叫做体 体我们用现在的话 用现在的话 这个叫事物的本来的现象 就是这样 什么叫本来的现象 比如说父亲 为什么尊呢 因为父亲它是能生 它是能养育 比如说父子 父子为什么要有这个礼呢 就是因为他的体就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尊敬父亲呢 因为体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父母所生啊 然后由父母养育啊 这就是现实一个事实啊 这个体就是一个事实啊 我们依于事实来说 我们是受父母的生长 父母的养育 受父母的恩 因此我们对父母要有礼啊 要尊重啊 所以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 书家节礼者 训题也 为什么会有这个礼 就是依照事物 他的本质 他的现象就是这样 父母生我们 养育我们 保护我们 那么因此我们对他要有礼 要有恭敬 那么这个礼呢 是从体来的 所以这里说 书家节礼者 训题也 就是说礼就是因为体啦 体就是他这个现象 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师长呢 因为师长呢 我们在家出家 这个师长教育我们 或者是传戒给我们 或者是帮我们剔度 或者是教育我们 保护我们 扶持我们 所以他就是 事实就是这样啊 有恩于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礼啊 一定要尊重这个师长 所以他说 书家节礼者 训题也就是说 体就是说 事实就是如此啊 本来就是如此啊 不能用现在人说 这个父子要平等 不可能平等啊 父子呢 或者是这个父母跟小孩 怎么可能平等呢 因为他天生就付出比较多 教育我们 养育我们 师徒也不可能平等啊 那还是要有这个礼啊 所以这个礼就是解释体的意思 就是依于这个体呢 去制这个礼 也就依于这个体的事实 来去制这个礼 所以礼不是一个束缚 他的意思就是说 礼不是一个规范 它是一个事实 就是这样 当然这个礼跟体呢 后来呢 我们礼的话呢 就是说 比较重视这个形式上面的礼节啦 比如说 当然以前的礼节 我们现在没有学 对不对 现在有人学什么 弟子规啊 弟子就是要怎样啊 这个做儿子的 做子女的要怎么样啊 学这个什么 家训啊 规矩啊 比如说出门呢 要说 我要去哪里 回来呢 就要问候 早上呢 也要虚寒问暖 问呢 父母亲呢 身体好不好 有没有吃饭 舒不舒服 心情好不好 那么 当然我们现在人都没有学这个礼啦 日本人呢 就很有这个礼啦 对不对 但是呢 以前啊 我小时候听这个 一些老人啊 老一辈的人 他说讲说 日本时代啊 他说日本人啊 我们有时候说日本这个 叫做 有礼没帖 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礼无体啦 什么叫有礼无体 我是听老一辈的老人讲 那个阿公级的那个 他说 日本人啊 他们在后院啊 不管男生女生啊 脱光衣服就在那边洗澡 就不怕人家看 然后呢 所以说 他有礼无体 就是看起来 平常是彬彬有礼啦 就打招呼啦 鞠躬啦 弯腰啦 都是非常有礼貌 但是 无体 无体就是说 他没有依照那个事实 或者是像我们现在人呢 如果我们以 现在人的看法 日本人啊 爸爸跟妈妈 跟小孩 跟女儿 儿子都可以一起洗澡 这样就是 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说 有礼无体 对不对 爸爸怎么可以跟女儿一起洗澡呢 妈妈跟儿子一起洗澡 这就是 表面上是彬彬有礼 但是这样子根本就不对嘛 对不对 或者是 哥哥跟妹妹一起洗澡 都已经成年了 不是小朋友 有三岁五岁呢 是已经呢 已经到了青春起了 还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 以前的老一辈人才会说 有礼无体 就是这样 表面上还是很有理啦 但是呢 实际上做出来就没有符合那个体 体本来就不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 父亲怎么可以跟女儿一起洗澡 女儿已经是成年了 不是说成年 已经到了青春起了 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呢 就是不符合那个体嘛 所以如果要用这个体跟理 我们如果再加以分析说 有礼无体就是像日本人 有体无礼就是台湾人 说叫你爸 不然就是说 你老子 那我们对老人不恭敬 对爸爸妈妈不恭敬 这就是说 我们虽然知道他是爸爸妈妈 但是我们没有很尊敬地去称呼他 很恭敬地去奉侍他 如果没带没礼就更害了 就是连爸爸妈妈 就是要不到钱的 就打他 骂他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一般人 台湾人当然都知道要孝顺妈妈 要孝顺爸爸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理 没有固定地说 对爸爸妈妈要怎样的尊敬 对要怎样的称呼 或者是要怎样的去奉侍 没有去想到 只要想到他 我又没给他搖到 我又没给他缺钱 这样就好了 都没有去重视那个理 没有那个理 那最糟糕就是 没礼又没带 那就是说没有伦理了 没有孝顺父母 或者是像现在人的遗弃小孩 对不对 或者是欺负 这个我们说虐待小孩 对不对 这个又没有理没有体 所以如果说 有礼没有帖 就是日本人 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 都是有帖 但是没有礼 讲话对爸爸妈妈 都不是很客气 虽然是很爱爸爸妈妈 没有错 叫你小孩吃你就不吃 你知道你很爱他 就吞不着 你自己说 那你就是没有理 对不对 你是有爱他 没有错 有关心 但是有帖没礼 对不对 那糟糕的就是 遗弃、弃养 这些不孝、忤逆 那就没礼又没帖 所以看到这个理跟体 我就突然想到说 以前小时候就听老一辈的人说 日本人有帖没帖 有那个理 但是没那个体 所以理跟体 它还有一点差别 体就是事实 就是这样 父亲就是父亲 父母就是养育我们 师长就是教育我们的 对我们有恩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事实 因此我们理上面 我们叫恭敬师长 要效养父母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们敬叶三福里面说 奉仕师长 这个效养父母就是 有理又有体 对不对 理就是依于这个体来的 那么所以两个都要有 不能偏于一边 有理没有体 那也是不对 对不对 那么有体说我很爱你 但是你没办法表现出来 对这个父母师长的恭敬 这样也不对 没有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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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体跟理 那当然一致的话 体就是理也 理就是体也 就是一致的 所以这里说 书家解理者训体也 体就是说事物的本体 它现象就是这样 那么所以说体有尊卑长幼 本来就是长幼 哥哥 长幼 或者是兄弟 或者是我们现在说前辈 后辈 那么日本人很重这个 对不对 不管什么地方都是这样 好像他们很重是这个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前辈后辈也是差很多 连打个棒球也 前辈后辈也差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林木一朗是前辈 那么其他你再有名的话 看到前辈还是要 是这样子 不管你再出名 他们的理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没有 大家都是买大 兄弟都买大 就没有那个 大小 大家都是讲平等 所以体有尊卑长幼 体就是这样子 所以理就要这样子 君父之体尊 这个君父 我们说父亲 他能生养我们 照顾我们 保护我们 所以他有恩 所以他体就尊 所以臣子之体见 这是以前的祖师 包括君臣 当之体理之事 是贵己之法也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体呢 解释成理呢 这种解释呢 就是讲 他最贵己之法 那么贵己之法 后面的说就是实相 就是实相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刚才是讲世间的这个理跟这个体 如果我们以佛法来说 我们的戒律 比如说假如说戒律就是理的话 戒律它要符合于什么呢 就是符合于实相 戒律 戒律它是为了达到实相 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由戒申定由定发挥 对不对 然后契入这个实相 所以戒是为了要进入实相的 所以这个戒如果是说理的话 这个理呢必须要符合这个实相的体 比如说实相是无相 那么戒呢 持戒也不能有我相 不能有这个我持戒 众生不持戒 那么这种看法 所以这个理呢 就是说这个体就是贵己之法 就是讲这个实相 依照后面的讲实相 父次 体是敌也 体就是敌也 我们说实相体呢 第一个讲实相体 它就是最尊贵 以前人就是认为理是最尊贵 所以像孔子说 而爱其羊,吾爱其理 你爱那个羊 我还是爱那个理 当然这是以前古人的解释 认为说理是最尊贵 所以祖师就在解释说 这个实相的体为什么最尊贵 就像那个理是最尊贵一样 世间也一定要有这个理 理是最尊贵 没有这个理就是跟禽兽差不多 所以他说 我们这个实相为什么最尊贵 就像世间最尊贵就叫做理 所以我们这个实相就是贵己之法 就是最尊贵的了 副次的体是底液 穷源极底 理尽冤府 就唱实际 那名为底 什么叫做底? 体就是底 穷源极底 我们穷就这个水源 然后呢 到了就近的这个底部跟底 就是水源的最深的地方 理尽冤府 冤就是我们说这个水的深冤 那么最深的地方 然后府内 它字典是说 人事物聚集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如果用现在 在政治上面说 最高决策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道理一定要到达最中心 最究竟的地方 就唱实际 所以乃名为底 就是叫做底 就是说佛法的大海 我们已经到穷尽到底了 那么没有到底的 就是没有究竟 现在这个体就是已经到究竟了 好 所以实相的体是什么 就是它已经到了究竟了 好 那么 前面呢 最尊贵就是 主要是讲法身了 现在能够穷就 究竟呢 主要是讲般若 般若得 他能够穷尽 一切诸法的这个究竟 是论云呢 自渡大海为佛穷底 故于底是体验 诗论就是大制度论说 自渡大海 自渡就是说 大智慧到彼岸 这个彼岸的实相呢 这个大海的实相呢 为佛穷底 只有佛的智慧 般若能够到底 到这个实相的这个究竟 故于底是体验 所以呢 以这个底 就是说 我们呢 体会事物真理 到了最穷尽的地方 就是底 那么这个 一后面就是说 这个般若 般若得 所以这个体呢 体底就是般若得 好 副次体是答意 得此体意 通达无庸 如风行空中 自在无障碍 好 一切意名别说 皆与实相 不相违背 好 那么这个是 答 好 体是答 答就是通达 好 通达的意思 得此体意 通达无庸 好 如果了知呢 这个实相体的意思呢 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达无爱 好 通达无庸 用就是主爱 好 那么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 体会到这个实相呢 那么我们对于这些的经典语言文字 全部通达无爱 好 全部通达无爱 这个依照后面说 只要就是讲文字般若 好 文字般若 好 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解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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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